嗨大家好我是雅雲 今天的影片呢是一個全新的系列 就是我在我的instagram facebook上面都有跟大家介紹 就是說我想要創一個新的系列呢 就是用我嚴格的把關 然後來測試產品 等於說包含測試以外呢就是 實際的使用然後 這個心得的分享然後評估 加上價錢然後做一個統整的心得 就是簡單來說 有點就是有點像是 到底值不值得大家入手 然後或者是我對她覺得 她這個東西合不合格所以我就是 稱為這個關卡叫做仙女關 因為我一直以來的話呢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對於產品的那個就是要求 非常的嚴格所以我今天呢就要來 做一系列的這樣子的分享然後今天是第一集 然後我在社群上面問大家就是想看哪一個 產品先然後也記得還沒有 follow我社群媒體的話呢記得follow我instagram 跟facebook這樣才可以跟我有很多 就是除了頻道上面的互動 那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Georgia Armani的最新 新系列的這個口紅組合 我現在打開給大家看這是他們送的 PR Package 有了 後面有一個燈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好像這樣 下面有嘴唇然後這邊有燈 好上面這邊呢有三個棒棒糖 然後下面這個是 後來裡面有這個袋子裡面有附一種 像這樣子的吸鐵的就是 不是吸鐵就是那種別針 有一個Georgia Armani的logo 然後一個是口紅的樣子 好的那來到箱子的旁邊 這邊呢有一個就是像這種 扁切然後它是一個嘴唇的形狀 非常的可愛就是你可以寫一些很可愛的notes 然後貼在冰箱上面或什麼 然後最下面這邊呢有它的這個色卡 它整個系列的顏色的樣子 可是我覺得雖然這個紙卡 就是不太準啦 因為畢竟這是印刷過的樣子 不是口紅真實能完全呈現出來的樣子 所以我今天呢也會把它畫在 把口紅畫在紙上 就是讓一個純白的樣子 給大家看它的顏色到底多 多正確應該是怎麼樣 然後今天的主角呢就是這裡 這裡有三支 然後這邊拉開來之後呢 我把它拉出來了 那這邊總共有它主要主打的三個點 我稍微念給大家聽一下 這邊有8小時的潤澤保濕 它有獨家的濃縮保濕精脆 所以它就有點像參保養品在裡面 所以它說可以有效撫平唇紋 8小時潤澤 然後也可以持久水感柔潤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這邊是兩倍柔軟輕盈 就是說它們注入熱絨頂端注入技術 可以讓唇膏更柔軟 可以畫成像水唇膏的樣子 所以它就是說 非常服貼雙唇 享受裸唇般的輕盈舒適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多水潤型的唇膏 好的話呢就會感覺好像沒擦上東西 水潤以外可是沒擦上東西 可是有些水潤的話是它的那個質地太厚 所以擦上去的話感覺嘴巴整個就是有一層 油油的東西在嘴巴上面 那種我就覺得不喜歡 我自己是不喜歡 然後再來是它這邊寫18款的持久斷光 所以它就是說獨家的唇露色彩配方 所以就是有綻放斷面的光澤 然後濃郁的色彩 首先呢我先展示一下它每個唇膏的外包裝的樣子 因為它們外包裝長得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個紅色的管子 然後正前方有一個Giorgio Armani的logo 然後它是做吸鐵式的 所以它是 它會這樣 就它是做吸鐵式的 所以我覺得這挺好的 但是 某種程度上是假如你放在包包裡面 東西太多的話 它很有可能會被扯來扯去之後 就會有可能會被敲開 所以這一點也要小心一點 可是我覺得它算是鎖得蠻緊的感覺 就是它鎖得是緊的 然後它每個管子打開來之後呢 這裡面都是黑管的 然後這樣子轉出來 好 首先呢這個是100號 smile 嗯好像沒什麼味道 我平常呢不太會擦裸的色系 那這一款的話呢100號 是它們最淺的顏色 然後像我自己本身 大家應該可以畫面這麼明顯的看到 其實我唇紋是很深的人 就是那個唇紋線很深 所以我嘴巴其實基本上 假如不擦護唇膏 是真的完全是很乾很乾很乾的那種人 然後我剛剛是完全沒有擦護唇膏的情況下 直接擦這個唇膏 我根本沒有很喜歡我自己擦裸色的樣子 不過這個顏色是算是好看的裸色 因為我自己平常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不太擦裸色 但是 這是好看的 接下來這個顏色呢 是201號 應該是念Scarlittle 我不太確定 但是大家就記住這是201號 原來它是橘色 我這樣怎麼看不出來 我這樣怎麼看不出來 它是橘色 你有沒有看到 看不太出來 哇這個顏色比我想像中的亮 你有沒有 不是應該說 這個顏色從管子上面看好像沒那麼亮色的感覺 可是擦到嘴巴上的話呢 它呈現其實顏色變得比較淡 它就是一個很秋天 我覺得很適合秋天的一個橘色 我現代人這樣看鏡子啊 它其實比較像是南瓜色 就不是那種亮橘色 可是在螢幕上面看起來稍微再亮一點點 本人上會再按一點點 可是還是跟這個管子的顏色長得不太一樣 好 所以這個是201號 接下來這個顏色呢 是300號 而且它是它們三個 就是它們這支系列有出三個是明星色 然後這是其中一支明星色 這個是300號 這個就是一個蠻標準的橘色 它就是比較適合 不是秋天型的橘色 它比較是春夏型的橘色 我覺得這比較適合偏白色肌膚的人 擦起來會比較好看 而且這個口紅沒有那麼顯牙齒白 有沒有 我覺得剛才那個橘色 就是那個201號 顯的牙齒比較白一些 也是300號明星色之一 接下來呢 是這個顏色 301號 Desire 它是 還是橘色 可是它是有一點帶粉色調 所以就會變得有點像珊瑚色的顏色 然後我覺得它也是比較適合春夏的顏色 我覺得的話 假如你本身喜歡它橘色珊瑚色調 或是你本身就是只是想要一點點好氣色的話呢 這個顏色就會比較適合淡妝的人 301號 接下來這一支呢 是400號 然後它的英文名字 就直接叫400 然後它也是三個明星色之中的其中一個顏色 好的 畫完了 這個是400號 然後我覺得它畫起來就是標準很像 JJRM本身的這種紅唇的那個顏色 可是我覺得它這樣擦起來之後 我看見的那個顏色的色調 其實是比較偏藍色系的紅唇 要學它 螢幕上面好像有點偏橘的顏色 橘紅色 但其實不是 它本人其實是有一點點偏藍色系的顏色 這個是400號 接下來這個顏色呢 是401號 名字叫做HOT 好的這個顏色呢 是401號是HOT 然後大家可能會想說 嗯我覺得跟剛剛的紅色有點像 但我有點難解釋 就是它其實完全不一樣 我現在是畫在紙卡上給大家看就知道 剛才擦的是這個 然後我現在嘴巴上面其實是這個顏色 可是擦在我嘴巴上的話呢 其實我也可以感覺得出來 就是這個紅的話呢 會比較再年輕一點點 就是騙的比較 就是它玫瑰掉跟粉紅掉 會再多一點點 就不是那麼的那種正紅色的感覺 可是它只是 你把它擦飽和一點的話 看起來還是紅色的 401號 接下來這個顏色呢 是500號 名字應該叫做Crescendo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這樣唸 但是它這個是明星色的最後一支 這一支呢 是500號 然後它是偏比較粉的那種 陶粉色 螢光的感覺 但它有一點點要往那個路邊走 那個路 那個路向去走的樣子 就有一點螢光 可是不是其實你不會說它是螢光色 它擦起來整體呢 就是還是偏 陶粉色 可是它是偏粉的 粉感比較重一點的 所以這個是500號 接下來這個顏色呢 是501號 應該是唸Eccentrical 不太確定 OK我擦完這個感覺 就是好像是一個Barbie的樣子 它這個顏色呢 超級的 就是珊瑚 可是是淺 很淺的珊瑚色 就它不是完全的粉色 可是它是帶有一點點橘色的感覺 然後可是它的顏色因為非常非常淡 所以就會感覺很像Barbie 但是假如你是偏白色肌膚的話呢 這個顏色真的很適合 就是擦完之後會感覺好像很年輕的樣子 一個 501號 接下來這個顏色呢 是506 叫做Mirage 應該是這樣唸 而且我發現呢 它跟其他口紅不太一樣 是你看我這樣折光 你就會發現它那個桃紅色的口紅裡面 好像帶有一點藍紫色的那種螢光感 其實你這樣轉一轉 你就會發現它有一點 好像是沒有藍光的感覺 沒有就算了 因為通常桃紅色的唇膏 會很容易讓牙齒看起來變很黃 通常都是這樣子 但我覺得這個的話是 還可以 但也不會到顯白 它也不是那種很厲害會顯白的桃紅色 好 這是506 這個顏色呢 是600號 也是我身邊上的最後一支 然後它的名字差 我不知道字好幾 我不會唸的耶 是Garcony還是Garcon 我不會唸 假如想要留言說我英文怎麼亂唸的話 那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就是不會唸 好不好 我就坦承這件事情 但是我就想把名字給講出來一下 這個呢是600號 然後它是偏紫色系的 可是它其實還是有點像是豆沙色 你知道嗎 它其實是豆沙色 但是偏一點帶紫的感覺 600號 好的 這10支呢 我現在手邊上18色裡面 我有10支 然後我現在都刷色完畢了 然後我想講 跟大家講一下 它這個口紅的質地 因為我現在手邊 我現在嘴巴上面 是最後一個顏色 就是600號嘛 然後我想跟大家表達的是 它唇膏本身呢 是很軟的 就是它是 我不知道畫面上 你們能不能看 就是它 它其實是很軟的那種 水唇膏的樣子 所以其實像我本身 像我剛才示範都是擦全版 就是滿版的這種 就塗滿的雙唇嘛 其實像我這種 比較 唇邊界 比較模糊的人的話 其實操作上面 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困難 就是你要去描繪 會容易讓邊邊 就是有一點點 好像 因為它是水的 你知道嗎 所以它會那個容易描繪 但另外一個比較好就是 也因為它這麼水 所以它擦起來 就是真的就是這樣滑上去 就是這樣 就是glide on 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 有點有缺點吧 就是看你自己使用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使用 可是像我自己 假如第一次擦 就在家裡面先擦好的話呢 我應該就是會用咬唇妝的方式來擦 所以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假如是我平常自己擦這個唇膏的話 我會想要怎麼擦 可能因為我擦真的太多個了 它已經有點流 流那個顏色在我上面 你看有沒有已經洗掉 剛才那個桃紅色都洗出來 那種感覺 所以 像這種潤澤型的唇膏啊 尤其是這一款 舅舅阿媽咪的這一款 你還是要多去泄幾次 以防你晚上回到家沒有泄乾淨 就去睡覺 這樣久了之後 會容易 嘖 嘴巴的顏色就會沉澱 我現在就要使用YSL的這個名材筆 然後就稍微 畫在邊邊 至少讓我 就是嘴巴旁邊的那個肌膚 不要被我因為剛才的卸妝給弄暗沉 我現在來示範顏色 我用401來做示範 然後像假如平常我自己在家的話呢 我一定會先擦內圈 沒有看到 很崎嶇沒關係 看起來很崎嶇對不對 沒關係 然後再用手把它給暈開 用棉花放當然會更好啊 因為像我手指頭比較偏大的人 其實有時候很容易 也是 暈暈就暈出去了 就會稍微再自然一些些 然後我覺得顏色上的話 就是邊界上的控制也會比較好 然後假如你覺得顏色再不夠的話 我自己就是會再回去再擦第二層 就是台下內圈的地方 這樣你就會造成有一種咬成髒 然後你就會自己稍微把這些這樣推開 就是不會覺得說很滿版 然後因為我嘴巴也是偏厚型的 可是這樣擦起來就會還是很好看 那你們可以看到 它其實這個口紅 真的也是色彩 就是真的會有點小沉澱 所以你真的要卸乾淨一點 我剛才不是講到說那個嘴巴上邊邊會有點不太好去那個嗎 所以我剛才 我現在insert一個畫面給大家看 大家應該會比較懂得我要表達 就是因為它太水 所以它那個旁邊的就講你稍微用力一點 或者是稍微就是你 它那個會有點軟掉 而且它會有點掉出來的樣子 所以像我剛剛在刷手的時候 其實我也沒有很用力 因為我知道它很水 所以真的要小心一點的控制 所以我覺得假如你自己在夏天裡面 假如把這個包包裡面太高溫的話 它maybe真的會融化或什麼的 我不知道我是這樣猜測啦 然後剛才在手上呢 因為我本身是比較偏黃 而且又是健康的肌膚 所以我一樣呢 在這邊有做這樣試色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啊~~是不是 非常的 因為白色的話是最 最基準的 最基準的地方 然後再針對你自己是什麼樣的 皮膚的顏色 然後口紅自然會在你身上呈現出來的顏色 一定會不一樣 那我這邊就是試色給大家看 就是刷色給大家看 就是剛才我一路下來剛剛這邊的顏色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個顏色 好的那我最後稍微總結一下 我覺得它剛才擦在我嘴巴上的感覺呢 是非常的輕薄 就像我現在擦 它感覺是非常的滑水 而且其實我覺得 我不用 我真的都沒有擦護唇膏 它還是可以達到就是 就是算是真的是滋潤我嘴巴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 所以它的保濕度呢 我覺得是挺好的 然後擦起來呢 也不會因為太保濕而太厚重 在嘴巴上面的感覺呢 也算是輕盈的 味道呢 是那種有點像那種化學味的味道 我不太懂 就是 不是香氣的味道就是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的話 嗯 我會喜歡比較有香氣的唇膏啦 這是我 當然很多人說那都是香精 是沒錯啦 但是你知道這樣擦起來 其實在嘴巴附近 就是希望可以香香的 你知道嗎 所以這一點的話呢 是還好 就是沒有加分到 但也沒有減分到 然後因為呢 它是水韌型的唇膏 所以我基本上 它一定會轉移到 你比如說你喝的杯子啊 或什麼的 所以這一點的話 大家也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也不會說 因為它完全的 就是 因為它就像我講 它剛卸的東西 會殘留在你的手上 就等於說會殘留在你的嘴唇上 所以 當你這個唇膏完全沒有顏色的時候 也不會到真的完全 回歸到你原本的唇色 因為它還是會有一點 殘留在你的嘴 嘴巴上面 然後我剛才 稍微沒有表示到 就是它的那個包裝啊 其實因為我這樣拿 它不是很好表示 但它其實是 頭比較輕 下面是比較胖的 有沒有 就一點點小小的曲線 顏色上面的話呢 我總共有十個顏色嘛 然後我自己比較 被我印象深刻的 我選三支好了 我自己是這十支來講 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201號 我覺得這個顏色 我自己是會喜歡 而且就是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它暖色系的眼影嘛 所以假如配上一個金色的 或是 橘色的 那個眼妝的話呢 像這樣子的話 比如說秋冬色啊 或是我想走橘色色調的話 這種偏深色系的 那個南瓜色 我會很喜歡 然後再來的話 是 我嘴巴上面現在是 401號 因為這個顏色的話 我覺得是最基本的 就是我每天都可以擦 然後我覺得擦起來 也是可以讓我 任何一個妝容 或是任何一個服裝的打扮 都可以 都可以參與的 OK的 沒錯 然後最後一個顏色的話呢 應該是600號 就是這個豆沙色 因為我自己是本身 會是蠻喜歡那種玫瑰 或者是豆沙色的顏色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色調呢 剛好又是我自己會蠻喜歡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 像這種太裸色系的 我就是不喜歡 所以這種帶有一點點 紅棕 紅 紅豆沙色樣子的 這種暖色系 裸色 暖裸色系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那不知道你們喜歡 哪一個唇膏顏色 因為我發這支影片的時候 他們應該是還沒上市 因為他們是 2018年1月1號可以上市 那我剛才在開頭 一開始忘記跟大家講的 就是這個 Jojo Armani這個唇膏 是他們送給我的 但是這不是合作影片 就是我要不要拍都沒有差 他們沒有要叫我拍的意思 但是因為大家回饋我 希望我可以拍這個影片 給大家分享 所以我今天就來做這件事情 但也不會抹滅我說真相的這個 就是 就是這個事實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最後給他的評分呢 是SUNA Proof 因為我覺得 針對他的口紅的包裝 還有他的品質 跟他擦起來 在嘴巴上面的樣子 妝感 跟他的那個 就是那個質地上呢 我自己是覺得是喜歡 而且覺得是一個好的產品 但是 我必須說 我不覺得每一個女生 或男生都需要買 就需要飽色 這不用 這真的不用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顏色就是 你選一個你自己會最常擦的 因為像這種潤澤型的唇膏 是需要常常去來回補的 所以他比較是這種 很輕鬆 然後我覺得可以選一個 你自己是覺得 最 怎麼講 自在跟適合你的這個顏色 就選一隻就好了 那像我當初一開始 一知道得知有這個唇膏的 就是這個產品的出來的時候呢 我自己就覺得 天啊我就是真的超想要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他包裝 就完全非常吸引我 而且他那裡顏色呢 其實非常多 都有我喜歡的顏色 所以我自己當初是很想買這個顏色 因為當初他們並沒有 就是邀請我去那個活動嘛 所以我並沒有 我一直以為我沒有會拿到 所以我想說 喔等到1月1號上市的時候 真的去試試看 那當然也很非常謝謝他們 最後還是有送給我其中10隻 所以我之後呢 因為他總共有18隻嘛 所以有8隻顏色我還沒有試到 所以我之後應該會等他1月1號上市之後 我再去看一下 就是看有沒有我喜歡的顏色 我想再把它添回家 好啦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恭喜他成功過了仙女觀 好不好 然後假如你還想要我測試哪一個產品的話呢 或是想要讓他們來通過我仙女的關卡的話呢 也記得留言在下方 告訴我是什麼樣的產品 哪一個品牌 然後哪一個產品的名稱 那最後呢看完影片的話呢 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請現在立刻就要訂閱我的頻道唷 希望我們可以趕快突破20萬的關卡 OK 大家一起 我們一起來拼一發 衝一發 然後也記得幫我影片按讚 然後假如你還沒follow我社交媒體 Instagram跟Facebook的話呢 也記得要趕快follow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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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igned 事情 翻整 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